台灣今天的數字呢 是79,487人 有53人已經離開啦 北京今天的數字呢 是52加9 朝鮮呢今天也有最新的新聞出來 大家可以去查 自己去關心啦 最近呢我幾乎天天 都會看一下這個 朝鮮北韓的這個數字 從今天開始呢 我也會每天的把它保存下來 就是把它截圖嘛 只能這麼說啦 按照它那個數據的這個表現呢 就是很厲害 我就只能說那麼多 我講北京講台灣 再講講看我在北京的日常 大家好 我是好威 今天時間是2022年的5月22號 星期日 昨天去爬了一條野山 回來現在呢 跟大家拍個影片 講講這兩天發生這些事情 接著說啊 平時呢我講影片的這個狀態的話呢 會先說一下我的家鄉 台灣的狀況是怎麼樣子 再說北京好威 現在生活的位置是怎麼樣 再說說看喔 我在北京的日常 就是我做了哪些事情 台灣今天的這個數字啊 剛剛也說過了啊 是7萬9487人 然後呢 有53人離開我們啊 目前台灣生病的這個人數呢 是132萬371人 是處於一個生病的這個狀態啊 2020年到現階段累積 因為這些事情 離開我們的的人數呢 是1396人 台灣的這個數字啊 從5月19號呢 開始到現在呢 單日的這個數字呢 基本上都是在下降 但是呢 總數字呢 就是目前生病的這個總數字 它是在上升的 每個人對數據的這個解讀 是不一樣的喔 但是我呢好耶 就是口述 透過我的生活日誌 就是把這些珍貴的這個這個數字呢 按照一天一天的這個blog當中呢 我的生活日誌當中呢 把它記錄下來 台灣的話 就是他們的選擇 好耶這邊也不會多說 北京呢 現在是22天 從5月1號開始到今天22號 是我第22天 已經累積22天沒有堂食了 也是好耶 4月30號離開我創業的水果店 我失業了 我放棄我水果店的經營 到現在沒有找到工作 已經經過22天了 這是第22天 今天也是我 從2020年到現在 第24次做核酸檢測 目前為止 房山海淀還有朝陽的 目前都是 大家都是在家裡上班 這種狀況啊 到今天22號 我之前創業那個水果店 在房山的糧箱那一塊 那一圈的這個底商呢 就是我隔壁鄰居 也是開門做生意的啊 那一圈整圈開門做生意那一圈呢 已經第12天 他們也不開門了 從25號開始 4月25號開始 慢慢的覺得呢 我在北京這邊生活呢 稍微緊張一點點 但是後來呢 我真實的生活狀況呢 是做核酸檢測的這個頻繁程度呢 到最近 從5月1號開始吧 到現在呢 基本上是相當頻繁的去做核酸檢測的 每天呢 現在基本上關注的呢 就是開新聞 或開手機的一個數字 上上下下的數字 感覺是蠻不緊張的 大家從我以前的影片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我講話呢 雖然是說廢話很多 但是有條有理 一點都不緊張的樣子 但實際上生活呢 感覺呢 就是一天過了一天 就是感覺生活的範圍呢 就稍微比較小一點 就是在這樣子 多雷不多說啦 今天啊 在拼某某上面買了那個社區傳購的一些商品 已經到了 等一下好會去取 取的過程當中呢 我也會錄一下啊 要了一件可樂 49.5元 是500毫升24瓶的 一整箱的 娃娃菜呢 的單價呢 是2塊錢 一斤500克 生薑呢 是2.29元一斤 土豆呢 買的土豆喔 但是這個土豆不是台灣的花生 不是閩南語的頭刀 是馬鈴薯 台灣人講馬鈴薯 在大陸這邊呢 是叫土豆 2塊錢一斤 2塊錢500克 菜花 就是回壓彩 2塊9 人民幣500克 快菜 2塊2 500克 蒜頭呢 3塊500克 一般來說啦 去菜市場 或者是說去批發酒水 就是目前我生活當中呢 我除了這個團購 這個APP 下單 我正常會去買的這個價格 是怎麼樣子呢 一件可樂 56元人民幣 娃娃菜 3塊錢1斤 生薑 4塊5 土豆 2塊5 菜花 3塊5 快菜 3塊錢 蒜頭 5塊錢 都是1斤來說的啊 那只是說呢 今天啊我買的這些東西 有的是不只1斤的啊 有的他可能是2斤 所以呢 實際上呢 我今天透過P某某買蔬菜 還有買生活的飲品 我一共節省了13塊5毛錢 這個就是我的生活日誌 跟大家講一下 我昨天去爬山真實的一個狀況 天氣啊 是已經越來越熱了 我跟大家說 以前我生活的這個台灣的這個狀態是怎麼樣子 基本上呢 一年365天下來呢 真正冷的時候 就是會比較冷一點的這個階段呢 就短短的幾個月 不像北京這個這麼冷的時間這麼長 打比方說好了 10月1號 11長假的時候呢 一般不是都會放7天嗎 對吧 這時候如果是在北京這邊的話呢 你可能都已經要穿外套了 可能是長袖都拿出來穿 就是天氣已經變冷了 但是呢 如果是我在11這個假期 我回台灣了 在台灣呢 我是得穿短袖的 還有就是我有一段時間 就是在2020年把年初1月份的時候呢 去一趟廣州 去廣東的廣州啦 去那邊玩 那邊呢 非常熱 基本上外套都穿不上 所以呢 就是環境跟那個氣候 還有這個溫度的這個差別 所以呢 在北京 昨天35度 對好位來說的話呢 因為我已經適應在北京這邊生活了 我喜歡冷的天氣 35度對我來說是非常炎熱的 我昨天在一整一外面 曬了五六個小時的這個太陽 走了24500多步 我體會到呢 為什麼以前在台灣的時候呢 他們都會說 男孩子要當兵 當過兵了之後呢 才會真正變成一個男人 那時候呢 我從來都不這麼認為 包括好耶 以前在台灣這一年的義務當中呢 就是我去做這件事情呢 其實我相對來說 我也是過著比較舒適的生活的 並沒有就是非常非常磨練 甚至是磨練意識的這種感覺 但是最近呢 爬山就會有這種感覺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啊天氣熱的時候呢 我就會比較心浮氣躁 講話方式 或者是說就是比較容易生氣啊 但是現在呢 爬山過程當中你曬太陽 忍耐著口渴 忍耐著疲憊 你一步一步的向上爬 看著目的地往上走 這個過程 有些路段呢 是非常煎熬的 但是煎熬不煎熬 真的是在個人 就像是我來說 我以前曾經跑過馬拉松 跑過42公里 我跑過了之後呢 我才知道 在我人生當中呢 是可能發生的 所以呢 我現在再回去跑半馬 或者是跑馬拉松 即使我跑不了這麼長的一段路程 但是呢 我都會自己內心覺得說 我現在跟以前確實差了很多 我不如以前 但是呢 我如果透過自己的努力的話呢 我可以做到這樣子的一個高度 所以呢 男孩子如果是經過磨練之後呢 忍耐度變強啊 做事不會抱怨 認認真真 扎扎實實的去做實在的事情 這種情況之下呢 這樣才是會變成一個真的男人 我最近的這個感受是這樣子 雖然是說呢 反正我從出社會到現在呢 表現的這個狀況也不是特別好 蠻差的 我自己蠻失望的 好啦 那今天就不講那麼多了 我等一下準備去那個拿我的那個 買的那些東西 還會稍微簡單錄製一下 那今天的這個話題呢 好耶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我現在呢 在北京生活狀態是非常好 然後呢 騎著我的小電瓶車 想買什麼東西 就能買什麼東西 每天呢 就排隊去測一下 排隊這個時間呢 平日的話大概是五分鐘 假日的話大概是排隊排個十分鐘 你就可以做到核酸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 每天生活呢 其實差不多 就是爬山 對我來說的話 我感觸比較大 回到我過去的這種奮鬥的這種 這種 念頭意識當中 這些影片的話呢 好耶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好耶的影片的話呢 你們可以幫我點個讚 表示一下 如果還想要看到我持續更新的話呢 你們可以關注我 最後再跟大家說啊 很多人都說好耶 講話不利所 該講了不講 都講話沒重點 有時候呢 我如果去分享一些 如果是我爬山 或者是說我在外面玩 真實的這個感受的話 可能大家都不會這麼覺得 那你如果是要讓我去分享 我的一些不太願意去說的一些話題 或者是說可能得用一些比較婉轉的方式去表達的話呢 大家可能會覺得有點彎彎繞 對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大家提出問題 我盡可能的 我就把這個地方當作我的朋友圈 我去跟大家說我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子 然後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可以私信我 大概就是這樣子 你有什麼想法的話 我都尊重 好耶從來都不會給人家 把他的話給刪掉什麼的 沒有這種事情 祝大家平安 祝大家幸福 祝大家好好吃飯 明天見 拜拜 這是好耶今天買的啊 有看到嗎 可樂 這一件 比批發市場都還便宜的啊 這個是新下來的這個蒜頭 大蒜 這個是生薑 剛剛在講話的時候 你們應該都有就是聽到了 這蠻新鮮的 給大家看一下啊 然後這個是馬鈴薯 也就是 土豆了 這是叫土豆了 這是快菜 炒著吃就可以了啊 這個是娃娃菜 這是看起來蠻新鮮的啊 對吧 然後這是花菜 好 平鋪起來 我等一下把它收起來 然後用這個袋子 一般來說我如果是買這個菜的話呢 我就直接拎著就走了 因為離我這邊特別近對吧 但今天要了一個可樂啊 所以我騎了電動車來取 前一段時間說這個市場 開到下午的4點鐘 現在時間是4點30分左右吧 然後我來這個市場買菜 要了一個西瓜 現在人是比較沒那麼多的喔 菜也都夠 拿18個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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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錢啊 22塊3 22塊3 22塊3啊 苦瓜要2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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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元 這2個吧 買完啦 出來啦 剛剛在裡面喔 看了一下價格 呃 其實呢 有東西有便宜的 也有東西有貴的 就是我比較常來買菜嘛 所以他什麼價格 我大概知道 大概都知道一下 看了一下他的那個薑喔 買了那個生薑的話 今天不是買滿便宜的嗎 在菜市場的這個薑的話得 8塊錢 然後蒜頭的話是得賣7塊錢 就是北京物價大概是這樣子 買完啦 走啦